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乖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连长是塑胶 辅导长旁边站 这就是基层的不孝事官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我是一个强力支持事官轮調的人 因为我在基层部队看过太多的不孝事官 利用自己对单位的熟悉 以及国家赋予的官阶 大摇大摆无视于军官的存在外 也经常性的下达一些违反规定的命令 你们以为走了一个红重秋暗的范左线 国君就永保安康直到永远了吗 你们这些长官是笨蛋吗 还是要说你们离开基层太久 不想去回想那些被事官欺凌的日子 现在的基层里面 跟范左线一样做法 或者是比他夸张的事官都有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些少数的不孝事官呢 因为反正没有人员伤亡 长官也就不想管了 部队有人管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基层有这些烂事官 一切都是你们这些长官造成的 这天是5月19日的傍晚 降旗前半小时 全联事官被连长叫到升旗台罚站 因为早上执勤升旗勤务的时候 有一个事官抓了个空档滑了一下手机 正巧被连长发现 为了让官兵更了解升旗勤务的严整性 连长就在降旗前跟所有事官做了个机会教育 降旗后连长离开了 此时连事官督导长跳出来了 说也奇怪很多资深事官都有这个老毛病 平常不宣导不训练不要求 事情发生了 人家连长长官都出来说了一遍 你再出来附送一遍 到底是什么意思 唯一的不同也就是 其中夹杂了谩骂的言辞 还有大声咆哮之外 我也真的没有听到你有什么精进的做法 连事官督导长训话到184洞时 连长受不了了 让你讲个话 你搞到那么晚 还有三十几个人要外散述呢 所以部队就先带回连上实施的离营宣教 讲到这里我发现 其实连长应该是有想要让大家赶快外散述的 是连事官督导长不重视官兵的权益 因为自己的不愿而耽误了官兵的外散述时间 所以到底是连长比较大 还是你连事官督导长比较大 离营宣教结束后 连事官督导长又跳出来了 突然下达要检查大家的军便服及皮鞋 想必当时督导长的怒气应该还没有完全消失 他要求全联的人员拿着军便服及皮鞋 在走廊排开 他一个一个检查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不是要外散述了吗 怎么还搞这一招 因为连事官督导长可能觉得他自己很大 可以不用理会连长已经做完离营宣教了吧 因为连事官督导长就觉得你连长就是个塑胶吧 你能把我怎么样 有这种想法的事官督导长在国军里面是一堆啊 那连事官督导长气还没有消 这些副排长会不会怎么样 会不会扫到台风围啊 当然不会啊 为什么呢 资深事官他们都有一种默契啦 演戏大家懂不懂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连事官督导长在一个一个检查的时候 旁边陪都的副排长一定是紧紧跟随 只要自己排组的人员被点到 他肯定是狂骂该员 来支持连事官督导长以代表他的忠心 在我看来一切都那么恶心 其实在部队还是有一些有良心遵守规定的干部 这场戏演完之后连事官督导长离开了 轮到副排长展现威严的时候了 对着全连也是一顿咆哮狂骂 就在狂飙的过程中 该连的连扶导长真的看不下去了 走出来想要阻止这个不当的举动 然而这个副排长无视于扶导长的存在 一直咆哮到两腰动动时 期间还给扶导长一句话 就是因为大家都当好人 脸上才会那么烂 哎 你是什么东西啊 就一个士官副排长还那么嚣张 就是有你们这种士官 士官的数值才会那么低 因为你们永远跨不出那一步 永远不愿意接受长官的指导及建议 以为待在部队久了 你们资深士官就是一切 这种观念非常要不得 但是国军基层部队里 这种资深士官干部真的不少 那你说国军会进步吗 讲了那么多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全连被骂到两腰动动时 他们吃饭了没有 他们外散诉了没有 完全都没有 一个连士官督导长及副排长 竟然有那么大的权力 让大家不吃饭 让大家不外散诉 国军如果再被你们这些老士官玩下去 部队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真的不敢想象 或许没有人员伤亡 是阻止不了你们这种风气的 希望国军人员一切平安 这些不孝的资深士官赶快法办或退休 还给部队一个纯净的环境 以上是我针对连长式塑胶 副号长旁边站 这就是基层的不孝士官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